那麼您SweetHome 3D打開之後呢 點進來 它有64位元版本 也有32位元版本 您用哪一個都可以 所以 在SP上也可以用 SP上也可以用 那您解要說完大概是500多Mb 您就執行這一個 執行這一個 那執行完了之後呢 等一下我們再一起來跟老師講一下這個軟體怎麼用 好 那麼 您如果要看一下這個軟體的一個介紹的話呢 也可以到我們剛剛這個上面 OneNote這邊 這裡有一個 應該是教材 有沒有這裡 這裡有那個基本說明 好基本說明還有它官方的這個網站的網址 那麼 語系的部分我已經幫各位已經轉成就是 我們講的正體中文了 所以應該 執行之後就是正體中文 你們點開齁 你看進來了 好 打開 有沒有都是中文的 所以應該老師待會再用會比較簡單 那我先等各位了一下 大家都執行了之後呢 我剛好看到老師已經會了 你看不用教就會了 好高興喔 因為 事實上這個軟體我數掉的時候要看兒童班 哈哈哈哈 我現在有試驗過的 包括 我們大學的 然後高職的 用的都還不錯 我跟你講其實高職用的還比較好 反正大學生 好像 就 比較放不開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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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會不會更差 這個是很難講啊 但是 但是我們先看一下 您看一下左手邊 有沒有發現他已經有一些內線的一些模型的類別了 好那 其實 這邊呢 比如說 我想要找 這個 就室內的好 起居室啊 或者辦公室好了 我們找個辦公室的 好那你想要有一個 椅子桌子 就丟出來 就好了嘛 這樣就3D了嘛 所以我們以後上3D幹嘛要 有沒有 那 好啦 再找個螢幕啦 放到上面來 放進來了 對不對 好然後呢 再找個椅子啊 其實 主要編輯功能在平面 對 3D的部分主要是做 就是 瀏覽用而已 對 給你看那個立體空間 因為其實有很多時候我們 畫所謂的示意圖的時候 還是需要3D空間看得比較清楚 平面的可以做輔助 好那 您看我們這樣有的 好再找個人進來吧 先找個燈好了啦 我們有那個 海燈 好丟到桌子上 有沒有就放好了 很快對不對 那 您看這邊 有那個 壁 我看一下 住燈的 住燈的就擺旁邊嘛 有沒有 滑鼠滾輪往後一下 抱歉家裡面不應該有這個 好 點到喔 Delete就好了 您看到這個 您可以從上面這裡做一個 簡單的放大縮小 上面 上面這裡有沒有 這樣您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一些 好 您可以發現呢 在這邊 在這邊 它有三個部分 比如說你覺得這個台燈太小 你可以把它這裡有一個縮放 有沒有 這樣 拉大一點 有沒有變大隻一點 但是我現在這個是不等比例縮放 你要等比例縮放的話 它裡面可以做更細緻的 沒有 它不是按 所以 你要等比例縮放的 你可以點兩下 好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它的大小 對不對 你把這個 維持等比例把它勾起來 那這樣你只要改一個就好了 改一個 比如說我希望它高度比較高一點 60公分 確定 它就變比較大隻 顏色不喜歡黑色的 怎麼辦 點兩下 有沒有 紋理跟材質 自己改 看一下什麼顏色的 像現在這個是黑色的 你如果要別的顏色自己挑好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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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改了 點兩下就好了 有兩個 你看我點兩下之後 剛剛 大小 是在這邊 顏色跟紋理在這裡 當然 所以呢 如果我覺得這個材質不滿意 對不對 你看它可以個別指定 有沒有 這邊每一個都可以換 那我如果不喜歡這個 我可以自己上 喜歡的紋理 比如說你想要有木板的 它這裡就會變 確定 哪裡有變 在這裡 有沒有 就變得木紋的 這樣不是很快嗎 所以以後學山地怎麼學 這樣學就好了 這樣老師就會沒投入了 對不對 好 那 您看到這邊之後還可以加上人 來 您看一下 在這邊有人 你看有女生的 有男生的 也有做的 如果您覺得這樣看不容易 你可以滑到那個土小圖上面 有沒有看到 比較大的 對不對 因為這個土太小了 你就滑到那個圖式上 它就有大的 好 如果這個女生 我要這個 你把它丟出來 那這裡就衍生一個問題 它現在坐在 坐在地上 對不對 如果你按它坐在桌子上怎麼辦 包起來 老師 用這個 你看我們平常放中間是不是移動 有沒有發現外面還有 1 2 3 4 這個是縮放 好那 這裡呢 你現在看到這個叫懸空高度 也就是說比如說我有一個窗戶啦 有一個 什麼樣東西 花盆然後擺在桌子上 那是不是要高度要稍微調整一下 這叫懸空高度 所以你看 變成這個 有沒有 上來一點 你如果不知道 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 坐在上面了 對啊 對對對 那你要坐在椅子上 你就自己把它調到後面去啊 還調咖有沒有 對 它不能調四肌 所以老師已經發現 已經發現這個軟體的限制在哪裡 這軟體的限制就是說 模型本身是固定的 但是我可以改它的材質 比如說它穿的衣服我不滿意啊 那你可以 去改它的材質 那 甚至呢 你從網路上找到 比如說它喜歡Hello Kitty的 我就找Hello Kitty的給它穿 有沒有 有沒有像我們以前在玩那個 那個紫娃娃那種 半家雅酒那種感覺 所以你看 修改材質 有沒有 這是衣服 有沒有 臉的 所以你就可以去換啊 換成你自己的 然後下一個問題就說那個信封啊 嘿 有沒有 庫那個什麼 喔對對對 因為 這裡面萬一你不夠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上3D的課 因為3D的課我就會教他 去從網路上再找一些其他的來放進來 因為現在其實有個好處 因為3D電源越來越普及了嘛 所以現在的那個3D軟體網路上就跟我們那個圖庫一樣越來越多 你可以找到非常多免費的 就可以揮到裡面來用 因為這裡面不見得滿足我們的需求 所以 你可以到他的官方網站上看 他也有提供你一些連結 告訴你哪些地方有那個 跟他配合的比較好的 那你也可以從那邊去下載 當然啊 當然可以自己設計 所以 我們 等於說 利用這個方式去引起同學對3D的興趣嘛 那引起了之後他像老師剛剛提到 我發現我用的時候我發現這不太夠喔 對不對 我覺得我想要自己的模型 那他就可以再去 比較正統的那種3D軟體再來學 來補充這一塊 那他就會學得 比較有興趣 這樣子的話呢 你不用踢他他自己就會 自己就會想要去學習 好那 您看到這邊好了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 除了這些以外呢 你看喔 還可以做什麼 牆壁 很重要的室內設計要有牆壁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裡 點一下 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 當我們在做的過程 下面就有3D跑出來 這樣是不是比較簡單 是啊 太簡單了 大家會覺得 甘心的 對吧 真的啊 其實您慢慢會發現說現在軟體越做越厲害嘛 包括圓端服務也是一樣 所以其實當 工具的那個意義消失了之後 就是回到我們的創意了 因為等於說工具的阻礙比較少了嘛 所以這樣做出來就會越接近我們想要的 好那 您可以看到 這邊這樣 假設啦 那 如果您想要做的是有點 那個 有弧度的 你可以按住 應該是 Alt鍵 不是 來 等一下 你如果要離開就按Delete就好 按ESC 那 我現在這個牆壁畫 我先把這個 這個我可以先刪掉 好我重新再來畫一個 好這裡有寫 它上面寫 要按Ctrl 要畫圓弧牆 對不對 所以呢 你看一下囉 這裡 它也有Mac版喔 所以老師說我是Mac可以用 但是要去拿官方網站下載 我就沒有幫大家準備了 好點這邊 我按住 Ctrl鍵 有沒有 對啊 Ctrl鍵我現在按著 按著用 那如果說你要比較精準的角度的話 您可以按鍵盤上的Enter 按鍵盤上的Enter 有沒有直接角度出來 直接輸入 比如說我就是要120度的 按完Enter就好 這樣就120度的 可是如果我是這樣子 這樣下面的不就被關在裡面了嗎 對不對怎麼辦 下面這個我們可以這樣 因為我們一般在做建築的透視圖 我們會稍微把它變半透明 你在下面這邊按右鍵 有沒有修改3D視點 把牆壁變半透明就好 這樣有沒有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對不對 那如果你們家一樓不夠 要兩樓 可以從這邊 增加樓層 平面圖這裡 平面圖 有一個增加樓層 就可以第2樓第3樓第4樓 所以我之前上高級有一個同學很好玩 他覺得這樣子 沒有辦法賺錢 他直接蓋那個 國民住宅 找那個網路上模型之後 國民住宅一次就進來了 然後他就負責設計戶外空間 也不錯啊 我們以前也沒有 我想說 怎麼會這樣做 也不錯啊 可能我們想的 就跟他想的不一樣 那 你可以像這樣 那這個牆壁的高低 其實也可以改喔 甚至怎麼樣 牆壁裡面 有沒有 我們不是有那個 可以設牆壁的那個壁紙嗎 比如像我們現在現場這個是那個 絨布的 你就可以點到這個牆壁 你看喔 用這個 選取工具 DOTO 點兩下 有沒有分 左面牆跟右面牆 你可以自己選我裡面牆是什麼樣的 壁紙 什麼樣的材質 那有了這個牆壁 是不是應該還要有地板 對地板 他的翻譯 我們剛剛是用這個叫繪製牆底 旁邊這個叫什麼 繪製房間 就是我們講的地板 我們講的地板 那如果呢 你本身像我現在這個已經是封閉的區域 就是說 我的牆壁現在已經是封閉的 那我可以直接在封閉裡面 有沒有 地板這鍵好了 那地板你就可以按右鍵 我點兩下都可以 自定義房間 我要什麼樣的 好不好 這一種 大理石的 裡面就有大理石的地板 這樣 超簡單吧 我要開門 對 所以開門來這裡 門跟窗戶在這邊 我們找一個 你看 找這種 找 這一種好了 找這一種 我把它丟進來 你只要丟進來 它就會自動砍進去裡面 有沒有 而且重點是 這裡是透明的喔 有沒有 這裡可以看清楚 我先把這個關掉喔 你看 有沒有 今天有玻璃可以偷盔 不是 簡單喔 而且重點 不好意思 老師我先打斷你一下 難公 重點是什麼 這個上面這個圖 你可以匯出 拿到伊拉串再來秀感 因為伊拉串的你要做這個不容易嘛 總是要花比較多時間 所以呢 上面這個平面圖 你可以從這邊 有沒有匯出 SVG SVG我們剛剛有講的是標準的向量格式的 伊拉串的可以開 而且它的這些圖層都留著 您可以個別編輯 所以我可以從這邊直接匯出SVG 您就可以拿到伊拉串去用 那下面這個呢 下面這個 3D的 您可以把它變成所謂的 我先把它變透明一下 從3D的這邊 有一個照相機 這裡 那您就看你要輸出多大尺寸 比如說我變800 好按 開始 它就輸出好 你就可以按儲存 這樣就可以變成PNG 拿出去 好拿出去 當然這裡有品質啦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品質 如果你的畫質比較高的 它輸出的時間就比較久一點 就會比較久 最後呢 要做動畫對不對 動畫在哪裡 在這邊 3D視圖 有一個叫做 攝影機 我們剛剛是照相機就拍靜態的 那現在有了模型之後我們就可以像建築動畫一樣在裡面 有那個攝影機 所以我就進到攝影機 這裡 您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台攝影機對不對 但是這台不能在這裡動 它在上面這裡 就是這一台 所以呢 你可以先把角度先調好 比如說您看到我這邊 好 你滑過去一樣 你看這個攝影機 我這樣在動下面有沒有跟著在動 有 好 那比如說我這樣動 我發現那個高度不太夠 所以 您可以看到我們攝影機 除了放在中間是移動以外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這個 還有這個 跟這個 這個的話就是點頭 有沒有像我們點頭一樣 攝影機可以上下 這個是 攝影機左右 左右 左右 然後這個呢 叫做眼睛的高度 也就是說我今天 我在這裡 我覺得要高一點 有沒有拉高一點 對不對 選好角度之後 如果你確定好 這裡我要做動畫 按下去 他就幫你這個關鍵一個記錄 那我就 再 繼續前進喔 比如說走到這邊來 好然後轉好角度 好這個我要 按下去 有沒有路徑就有了 所以你就可以怎麼樣 就可以play一下囉 我可以從這邊play一下 我就知道我動畫是怎麼做好了 這樣 十分鐘夠嘛 但是輸出的時候要比較久一點啦 你可以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這裡 我們可以選擇不同的影片尺寸 好然後呢 就看您的畫質 如果畫質比較高 真的輸出的時間要比較久 這就比較 回歸到標準的3D 它需要一點時間 好那最後呢 如果您做好這個模型 因為畢竟這個軟體 它輸出品質 我覺得 還是沒有那個 我們一般標準化的3D 才會好 所以它有一個功能就是 你把這個 模型 在裡面 這樣弄好之後 你可以 匯出成一般模型的標準格式 拿到3D Max Maya 裡面再去做rend 那就可以得到更好的那個輸出品質 但是至少 它本身軟體本身 能夠做到這樣 就已經能夠 符合一般的需求 好 那所以說 等於說他學了這個 同學如果學了這個之後 他就會 知道說 原來我學3D我還可以再怎麼樣去延伸 現在他入門比較簡單 然後他如果真的想要再去學別的東西的時候就可以透過這個 概念然後再去往後 做一些更 進階的那個學習 好 這樣 老師還可以接受嗎 那剛剛老師有提到就是那個尺寸的問題 你看我現在有用的這個 模型物件有沒有發現到長寬高都在這裡 對不對 你也可以直接從這邊直接設定 或者是直接在這個模型上點兩下 比如說我桌子 我尺寸這個不對 點兩下 進來之後有沒有他的大小 你直接在這邊做改 改變 像牆壁啦 牆壁的長寬啊 那些都可以喔 因為他上面這個有尺龜有沒有 這是公尺 所以這個是跟我們做室內設計是一樣的 那甚至呢 我也可以把這個牆體 的高度 我不要那麼高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有那個女兒牆 對不對 我只要50公分就好了 那麼你這樣做之後 下面這個 你就可以看到這一邊 應該是哪一邊 這個應該在前門 這個 有沒有發現這個牆變矮了 對不對 這個牆這樣就變矮了 所以其實 他可以當作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輔助 輔助工具啦 那又加上可以做一個什麼 入門嘛 有沒有這邊看這樣就很清楚 牆就可以變矮 所以你窗戶進來也可以 其實我們後面那個 還有我們後面那個背景 那些都可以改 今天只是說工具 簡單化之後 反而是要我們的想像力 你要去激發出來 這樣你才有辦法再 去想說 雖然他介入室內設計的 可是不是只能做室內設計 真的可以做很多事情 好 那我想可能今天 大致上能夠跟老師分享 大致是這些 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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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